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紧接着下一个单元 就是变因里面提的重病 就开始威胁到生命 对不对 那我们的重病处理方式 每一个步骤就变得很重要 好 我们来看 7.重病的处理 重症且体力虚弱称为重病 重病处理一般应先热源后按推 以改善热能不足为主解除体伤为复 1.体伤的处理 热源使用后按推手法需精准轻巧 必要时甚至只能缓慢轻柔的处理 虽然处理也允许力量稍大或时间超过 但要谨慎 以及病症一有改善或病症恶化 体力变差都要停止操作 以避免过度消耗热能 在患者体力能承受的情形下 一天按推两次 特殊个案可增加 并且必须配合内外热源 总之处理要以患者能承受 不过度消耗其体力 而病症又能获得 很大的热能的消耗 甚至病情恶化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早期我去处理的淡水的 推流的案例 这个要从图片来解说一下 这个就是我在2009年 那一个癌末患者 那我常常去他家 去了好像八次还是几次 反正这个患者是我最频繁的 那为什么会常常去他家 他有三个孩子 那老大手法比较好 那老二老三重点的 干出活的 很重 然后手法很重 那我们来看他的图片 大家仔细看这个是什么 有没有 早期我用手机拍的 这里有疫情吗 有 都流到疫情了 这上面也是流到遍体零散 所以每一次 等于他被他孩子 这样揉过之后 他本来都能够走路的 揉完都不能下床走路 然后这个情形 他老大上班回家之后 就开始慢慢帮他温敷 慢慢这样揉开 又恢复 但是如果连他老大都处理不好的时候 他们就打电话来找我 那我就开车到他家去 所以我起码去了八次 那我去的时候就把老大 老二老三叫过来 特别训练 然后我趴着给他们揉 揉起来 让我骨头快拆散那种感觉 噢 可猛了 我说哇这样患者受不了 然后就开始这样很 这样教 没有想到他们两个的悟性 佛经里面有一个叫做 周历盘陀茄的 你们认识吧 那个怎么教 教一记都念不来的 那他最后是靠扫地开悟的 那这个我也是遇到这样的 就怎么教怎么不会 教完 他说会会会跟你讲会 结果隔一天 又把他老爸揉到不能下床 这两个孩子是我遇过 反应最慢的 但是力道又特别猛的 所以我去怎么处理呢 我教各位像这种最后揉到最后 一碰就痛 根本不能用重力 那我去他家都会揉 一到两个小时 那我是怎么揉呢 就是用我早期 处理我太太的处理方法 这个方法 可能你们也没有耐心啊 就是轻轻摸 把他皮肤舒缓 做舒缓 那舒缓了二十几分钟之后 他就肌肉的疼痛就减轻了 那减轻之后 你再慢慢深入一点点 那一层一层的深入 那这样揉下来很累 那揉下来效果特别好 了解吧 那揉完之后 他就经那个体伤就改善 那就能下床 那下床的时候 我一定会带着他到他家 周围种的田园去逛一圈 那逛一圈就是代表 我已经把它修理好了 那这样的维护好了之后 再交给你们 希望你们好好慎重使用 不要再把它揉伤了 就有这样的意思 但还是弃了八次 你看喔 所以这个只交不来 所以有些志工要学喔 说要来帮人家揉 还要看他有没有这种天分 如果遇到像周历盘头且的这样的人喔 算了啦 就是叫他喔 看看拖地啊 这种擦桌子啊 这种工作就分配给他 或扫厕所煮饭的啦 这个也可以 千万不要揉令患者 一定要筛选的喔 有些真的对手法真的学不来 就不要勉强了 那最后一次 为什么我知道他往生 因为刚好2009年 那个北京邀请我来讲课 那讲完讲课的时候 就是在那一段期间 没有人再去帮他收拾山后了 所以最后我在北京 接到他们传来的讯息 说他爸爸往生了 所以手法重不重要 到重病的时候就很重要 二热能不足的处理 要保持室内温暖舒服安静 及空气流通 外内热源的使用 皆应以患者能接受吸收 感觉温暖舒服 并能改善体力为最高原则 随移调节 而非外热源越久越热 内热源越多越浓就越好 且需配合原始点按推 运动休息及好心情 热源才教育被吸收 所以这里已经讲的热源的使用 最高的原则也跟各位讲 不是越热越好 那处理不当 过热也会伤到 我们来放一个红豆袋烫伤的案例 异味性皮肤炎案例 2016 3月17日早上起床的时候 发现脖子胸口双手臂长了红疹子 一开始也不会痒 就不以为意 过两天之后脖子跟胸口开始痒 就用姜汤清洗 清洗过后觉得有比较不痒 胸口跟脖子大约一星期之后 红疹子就消了都好了 3月22号的时候 双手臂用生姜泥敷 然后再用保鲜膜封起来 再用毛巾裹着 暖暖包贴在外面纹敷 第一次敷完之后 拆掉感觉是舒服的 可是过了两个多小时以后 手开始刺痛 非常不舒服 然后大概到了六七个小时的时候 手臂长满了小水泡 他如果有体力 这个手在我的看法决定会好 为什么 他自己有体力 因为这个皮肤病我看那么多 最后都是靠自己修夺 刚开始先用蛋姜汤 也不用浓姜汤 因为我怕你刚开始就受不了 所以那个姜汤很厉害的 你们别看 对质养效果非常的好 我很推荐 4月12日来基金会求助 来的时候 师兄问我怎么处理 我就跟他说用姜粉 师兄说姜粉可能只会让表面看起来干燥 可是怕里面还是有汤汁 也怕溃烂 所以建议用姜泥敷 可是姜泥一敷上去之后 因为皮肤太薄太刺痛了 所以没有办法敷姜泥 改用红外线照射 照射之后效果很好 组织液就不再流了 然后皮肤就渐渐干燥了 本来一天温敷四五个小时 改成十六十七个小时 然后运动量也再增加半个小时 所以状况就越来越好 四月二十二号的时候 伤口都已经结痂的部分都全部都掉了 那我们继续把下一段再练一下 一 外热源 红豆袋 电热毯 暖贴 姜糕等 常用于无窗口的情况 姜粉 艾灸等常用于小窗口 但小窗口若腐烂流浓 其中姜粉则可改用鲜姜泥 鲜姜泥 远红外线等常用于大窗口 至于温姜汤或温姜汁 则不论有无窗口皆适用 重病温敷多以大面积 但如杯红豆袋太热或太重 亦可改以暖贴局部温敷 若天气闷热可用空调降温后再温敷 至于温敷时间最长可达二十四小时 以上所述仅供参考无绝对性 只要患者感觉温暖舒服即可 好 这里譬如说用到无窗口 我们举了很多 譬如说姜糕也在其中 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在讲烫箱的时候 姜糕有没有用 也有用啊 很多烫箱姜糕应用的也蛮广泛 所以这个没有一定标准 这个标准是我参考基金会 最常使用的方式而写的 但是其实没有那么严谨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不用被这个文字框住 我们只是说常用 那为什么要这样写 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没有窗口 那你用姜泥包啊 这些湿湿的东西 接触皮肤包久了会怎么样 有些会过敏 就是考虑到有一些体质 会比较差的 那这个不是说每个人都会 只是考虑让你们更安全而已 但这样的患者 如果你们用湿的一出现 一定要改变 就是以我们说的 这个比较安全 我们写的是比较安全 好 再把下一段念一下 二 内热源 主要包括姜汤姜粉及温热性饮食 一 姜汤与姜粉 姜汤是鲜姜片或干姜片熬煮而成 重点在姜的质量必须严格筛选 虽然用干姜片熬煮 其药性胜过鲜姜片 但法无定法 不论用何种材料以及用量浓度等 都要考虑个体差异 在上述热源使用原则指导下灵活运用 服用方法是少量多次小口温热吞浮 以使热源的补充源源不断 如果紧急或不方便熬煮姜汤 也可用姜粉 但因姜粉不易消化且可能含重金属 长期服用必须审慎 好 其实这些姜汤 生姜片 干姜片还有姜粉 最主要重点还是在选姜的品质 如果品质不好 有时候撒在伤口 也会让伤口更加恶化 都有可能 那姜最好有机的 那到底鲜姜片好还是干姜片好 没有定论 不过从重病的角度来分析 我会比较倾向采用干姜片 了解吗 除非你喝干姜片实在不舒服 采用鲜姜片 因为干姜片方便啦 现在重病的患者你想想看 重去买姜 然后洗姜 再切姜这个过程中 耗费很多体力跟时间 重病患者实在没必要 再搞这些 就给专业人去做 那干姜片人家都帮你弄好好的 然后你只要怎样稍微清洗一下 然后就可以熬了 非常方便 然后膝带也方便 因为10斤的鲜姜 人做一斤的干姜片 或一斤的姜粉 它们是10比1 那干姜片 攜带方便 但是如果跟姜粉比起来 姜粉怎么样 又更方便 比如说姜粉它不需要熬煮 你干姜片或生姜片还需要熬煮 对不对 它不需要 它只要充服一下就可以吞进去 然后出外旅游特别方便 而且一些偏远地区没有电的地方 你看星巴布威也好啊 或是这里的很多藏地啊 那些比较含电力比较少的 那这个就可以变得很好的一个补充热源 那问题有一个就是 一般种植多少都会含有重金属的问题 你熬出来的姜汤 它不容易有重金属 为什么 它重金属会残留在这个渣里面 所以你喝的比较不会有 那如果姜粉呢 那就没办法 如果有重金属 就一次可能喝进去 会有这样的疑虑 要不然说实在 姜粉我还认为还蛮方便 不只方便可以喝 而且还可以怎么样 外伤啊这些皮肤病啊 都可以用得上 太好用了 所以这个姜粉我还是觉得不可少 但是如果要长期服用 可能要有这一层固力 但到底长期吃姜粉 会有什么副作用 说实在到现在为止 我也没有这样的报告 我只是有这样的疑虑 跟各位讲而已 像星巴布威他们 他们大量在用姜粉啊 他们没有什么垫的 所以他们不喝姜汤 都只有姜粉而已 但目前好像也没有这种 长期吃姜粉有什么 不好的效果 而且星巴布威的姜 一定是有机的 因为他跟我们讲 他们穷到那些肥料都比姜贵 所以你不用考虑 他们都是不会残杂什么的 所以他们就是穷到只剩姜 然后他们姜粉也是怎么样 他们没有机器膜 是用这样垂啊垂出来的 然后再用过粒网过粒的 他们是这样的 好那这三种的使用方法 如果是重病要服的时候 记得不管姜汤或姜粉 最好怎么样 不要一次喝太多或吃太多 怎么样 小股小股的 让肋炎怎么样 源源不断的补充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图表 虽无定法 但一病情 在患者能接受吸收的前提下 针对成人每日姜的用量 提供下表供参考 轻症患者 鲜姜片 常规用量50克 上限100克 干姜片或姜粉 常规用量5克 上限10克 重症或体力虚弱 鲜姜片 常规用量100到150克 上限500克 干姜片或姜粉 常规用量 常规用量 10克至15克 上限50克 重病患者 鲜姜片 常规用量500克到750克 上限1500克 干姜片或姜粉 常规用量50克到75克 上限150克 好 这个表 我们看有鲜姜片 干姜片跟姜粉 那早上有说过 它们是10比1 所以我们只要看一个鲜姜片 就够了 好 那病情我们有分 轻症 还有重症跟体力虚弱 那最主要这一堂课是讲重病 那我们也分出来所谓的常规用量 就是合理量 最常用的量 那最常用的量 比如说 轻症50克 那用50克的意思 因为在台湾 它一斤是600克 国内是500克 是不一样的 那台湾比较复杂 它一斤是16两 这里一斤10两 是吧 所以想来想去 要换算比较容易 我还是觉得国内的比较好用 所以最后还是采用国内的 那个克数 那也就是50克等于一两 那轻症不用太多 一两足足有余 那上限呢两两 就是这个意思 那到了比较重症一点呢 那你看两两到三两 这个是合理量 最高不宜超过怎么样 一斤500克 那这个都是一个参考量 也就是看患者 因为到重病还有体力虚弱 它变化确实蛮大 所以还有这些 就是像三两到一斤的量 那不是说不能超过一斤 有时候都看情况 真的是还很虚 它又能接受吸收也可以 那我们今天谈的最主要是 就是重病 那重病喔 之前各地方用的量都不大一样 那有人说哎呀三斤好 有人说四斤五斤也没关系 甚至有人说几两就有效 反正大家各有各的 那也就是原始点的发展过程中 有一段是这样的 就是大家正在喔 大量的用浆 那也是在患者身上做实验 这是一个最特殊的 也就是世界各地都在用浆 那不同的案例会送到我的手中 那基金会就开始 我一直在注意这个浆 对各种患者差不多合理量 约在哪里 那长期这样观察下来 我认为重病患者 最常用的量 差不多一斤左右 一般是最最合理的 因为一斤 它一般也不会有什么 特别强烈的反应 那补充热能也够 所以我们把它定在 你看五百到七百五十克 等于一斤到一斤半 尤其我也参考那个金部八威 他们几乎都用干姜粉 那一天他们反正只要成年人 一天的量都给他六十克 每次服用是二十克 那六十克你看也是在 我们五十到七十五克之间 所以也是这样的合理量 那一般重病患者这样的量 应该就可以补充他热能 热能的不够 那是不是可以超过呢 也可以 但是我建议喔 重病患者初次在使用浆 最好不要一次就一斤以上 为什么 因为他从来没有吃过姜喔 那姜很辣 他也许一下子不能吸收 所以我建议是先从三到五两 这个量先试试看 那试了他也喜欢吃了再说 如果三到五两他吃了就有效了 那你要不要再加到一斤 就不需要了 因为每个人的用法不一样 我认为用浆就有一点 类似我们的按推 按推有些重病患者 他手指头摸就很痛了 对啊 也不需要你的手肘啊 根本不需要 那这样他就有效了 但有些重病喔 你不用手肘 他一点感觉也没有 所以每个人 那个对力道的需求也不一样 同样对酱也是不一样 所以有些很轻的量 他也能够周效 不是说一斤才有效 有些三到五两他就有效 那如果没有效 我们看他还能吸收接受的情形像 我们慢慢把它提高到一斤 那一斤到一斤半 我认为这是一般患者 长期吃下来 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 说过量啊这个情形 好 那有些人喔 一斤到一斤半好像不够 因为我们放了很多案例嘛 也有像我就举牛皮鞋 国内做的 他们就加到多少四斤 你们还记得吗 那个八年的牛皮鞋 你看那我们上限是三斤啊 他用到四斤可不可以 可以 只要他能接受吸收 而感觉温暖舒服 吃了很舒服 那就可以 我们原始点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原则 就是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 那他四斤吃起来特别舒服 你干嘛说这个是过量 就没有这个超量超限的问题 如果你超过合理量 比如超过一斤半 到三斤之间 我们就要超量 超过这个合理常规用量 那如果超过这个上限 我们就要超限 这个量 但是超量超限都无所谓 但记得 一定是以患者 能接受吸收 为最高原则 没有说哪一个是对的 就像我们按推 所以有时候重病患者 很虚的人 我发现还是要有很大力 揉到流汗的 我也有遇过 所以因为各种案例也试过 所以我才知道 这个不能定死 所以原始点 从没有定死 包括我们的外热源温度也是一样 有些人电热档 37 38度他都觉得OK了 但是有些呢 41度到42度 他才感觉怎么样 舒服 我有一次我也是 我说我38度就很热 但有一次因为重感冒 那时候调到41度的时候 我发现我也能接受 平常就不能接受 那一刻我感觉特别舒服 那感冒也好得特别快 所以每个人的体质也会因 不同的情况而有所不懂 有所变化 但都没关系 反正你所有的一切 都应该以患者怎么样 他感觉温暖舒服 这样的标准就对了 好 那我们实际 再来看下面的内容 用量要有少见增见效极止 虽低于常规用量一可 其后增减则是病情需要而定 重病患者只有在经过按推 温敷 温热性饮食 运动 休息 调心的全面配合 病情仍无改善 但还能吸收的前提下 才允许超出常规用量 遇情况紧急 不得已要超限时 必须更加审慎 虽然用姜允许超量超限 但不可长期为止 必须在病情改善且稳定后 逐步调回常规用量 重病患者若不愿服食浓姜汤 或服后吸收不良而出现症状 以减量减淡 改以重症患者的用量甚至更少 一可将加西洋参 白膳参 红参等 或加少量甘草 龙眼肝 红糖等 加一种即可 或改服红参汤 以减弱内热源之药性 并改善口感 总之 内热源用量之多寡 及其药性之强弱 皆应以患者能接受吸收 感觉温暖舒服为最高原则 需再三强调的是 浓姜汤与浓参汤 主要是生病时用来加强 日常饮食的热源 以供身体之急需 当身体完全康复后 所需热源只需从合理饮食中摄取 并加强运动即可 若要当作保健长期服用 则已改为淡姜汤或淡参汤或淡姜参 好 这里有几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益可浆加西洋参 白塞参 红参 这里早期白塞参或西洋参 我们把它药性是定在怎么样 温的 有没有 那最近我都把它改为平 为什么 长期使用下来 发现西洋参或白塞参 它力道还是不够 一般人服可以 那如果重病要改善它的寒性体质 还是有一点困难 所以我们一般重病患者 如果要单独喝参的话 我建议是改用红参 所以最后会提出红参 那白塞参 花旗参可不可以用 当然可以 因为姜太辣了 那如果你加这两味其中的一味 加进去 它的味道就比较好喝 所以加起来 你看姜是温热的 那这个一个是平的 加起来它的药性就不会那么强 这么浓烈 然后比较温和一点 有些人就是温和一点 它就舒服了 也不需要那么热 温热 所以白塞参或西洋参 其实在基金会也有这样在用 就是姜加这两位其中的其中一位 那也可以加红参啊 当然也没问题 反正加起来就是以患者感觉舒服就好 至于红参 我早上有说过了 它的价格喔 现在在大陆跟韩国喔 我是鼓励患者 取大陆的红参为主 因为为什么 疗效一样 但价格差很多 我照各地演讲 还是认为应该以国内的红参为主 那韩国的高丽就又分很多 它又分什么 天地两 你们听过吧 我这里比较不知道 在台湾大部分都知道 而且价差很多 有些一斤台币一万 也有两万三万的都有 那它天地两喔 最主要它的分法是 以那个红参的长相为主 也就是长得喔 像杨贵妃这样 丰满的喔 那就比较高 价格比较高 那如果长得像赵飞燕那个瘦小的喔 那就比较便宜 所以没有什么道理 就是以长相 那如果你说疗效哪一个好 我认为差不多啦 没有说贵的就比较好 甚至我有一点怀疑喔 胖的喔 一般都没有力量 我还是比较喜欢瘦小的喔 瘦小比较有体力喔 所以很多迷惑在这里喔 就是以为价格越高 那肯定疗效越好 啊不对喔 这个观念应该要打破 有时候瘦小便宜的 它力道就够了 所以建议各位不要有这些 越贵越好的迷思 但是这里也要提醒各位 在大陆喔 有些厂商在制作的过程中 还是会加入一些糖甜的 那让那个品质 吃起来有一点甜甜 甚至你看 有时候弯一弯 好像还蛮有弹性 这种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在吃的时候 特别小心 这些伪劣品喔 对重病患者 反而帮助不当 甚至有害 只有这一点提醒各位 在红生部分 那这里再谈到 这些 姜也好 生也好 它最主要 其实不是最主要的热盐补充 而是食物 食物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那为什么生病的时候要用这些 因为生病的时候 这时候要修护体伤 必须耗掉很多热能 那你不从额外的补充 有时候就会不够 所以为什么生病的时候 要喝姜汤啊 要温敷啊 就是在补充这个 但一旦病情已经好转的时候 或是已经完全潜意的时候 还要不要继续这样喝 就不需要了 有些人学原始点真学傻了 就是他重病之后 已经完全康复了 那也运动 什么都恢复正常了 他还在喝荣生荡 他以为要 从此要喝到一辈子 那个疗之后才不喝 这个不必要 那这个不就是 跟西医的观念一样了吗 好像吃进去 就永远一辈子要这样 不是 原始点不是告诉你们这样 是因为你生病的时候 为修复体上 需要消耗更多热能 在这种特殊状况下 才需要用姜 温敷这一类来补充 一旦你体质已经恢复正常了 这时候就不需要了 要靠怎么样 靠日常运动啊 心情啊 这反而更加重要了 所以还有一些学 刚开始学原始点 他也不是重病 然后一听到姜那么好 然后也跟人家比赛 哎呀 重病吃一斤 我体力好 我吃两斤 我比他厉害 前一段时间有美国就是这样 我听到说 我讲姜的好说 他们超级市场姜就很 有时候要买到很难 为什么 他们说有些没病的也去收够了 然后他们吃起来也很猛 这个都不必要了 所以讲到这里喔 姜我不是看的最重 我反而看饮食比姜还要重要 那后面我们会讲饮食 因为姜毕竟是补充而已啊 那饮食每天都要吃的啊 所以我建议如果我病情好了 从饮食下手 然后再来运动 心情调整 这样应该就够了 那如果有些人说 那我还想喝呢 可以 就不要喝那么浓 改为什么 淡姜汤 因为我如果说你都不要喝 你去喝红茶绿茶 那我不是害了你吗 那些越喝越好 所以我认为可以啦 淡姜汤这个可以 那怎么喝呢 比如说重病的喔 一般是用一斤假设 那一斤的水分要多少呢 一般一碗超过200毫升嘛 那五碗 五碗去熬 熬到成三分之一的量 那就够了 一般现在也蛮方便 电药五一叉 时间到它就帮你过粒了 差不多 也是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量 那等于五碗煮完 变成多少呢 一点七碗 一点七碗里就一天的量 那但是有些第二泡 你在熬煮出来的 其实那个姜汤还是蛮融的 其实重病患者如果要喝 第二泡我认为还是可以 第二泡那个水分就不要加那么多 就是加到那个烟盖到姜 表面上 这样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还是舍不得把姜丢掉 那想再熬第三遍也无妨 那这样熬出来的就变成怎么样 淡了 这时候重病患者我认为 就不要再喝那么淡了 那这样的熬出来第三遍的 我建议就是一般健康的人或轻症的人 作为补充饮用 而且淡姜汤 现在很多人也知道它的好处啊 像平常我早上现在如果说刷牙在家里 我不会再用牙膏了 我是用姜粉 因为牙膏全部都是寒凉 你每天早上刷一次 晚上刷一次等于冰敷两次啊 那牙齿不坏才怪 那姜粉刷牙整个牙齦是温暖舒服的 成本又低 所以我建议可以考虑 那淡姜汤就可以用来漱口用的 那也有人说 哎呀洗脸啊洗头发 有养颜美容的功效 你们试试看看 洗一洗会不会比较漂亮 那也有人用来什么呀 泡脚 或是泡森林 他们说泡了很舒服 所以淡姜汤它的应用非常广泛 而且淡姜汤也可以你看也当眼药水 是吧 所以你要怎么用 皮肤病啊药用啊也可以啊 清洗也可以啊 但是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不要先泡完脚之后再拿来喝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继续把下一段也念一下 二温热性饮食 重病患者的饮食重点 不限定在温热性食材 而是要让任何食材都成为美味可口的温热性食物 首先 煮菜要在少油 少盐 少糖 少加工品的情况下 善用温热性 善用温热性调味料 如姜 辣椒 胡椒 花椒 咖喱等 并且 并且 须煮熟 肥菜 第一个标准是 一定要他喜欢吃 你算成才能算成功 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 那你说 哎呀我姜姜啊辣椒 哇这个吃起来可温补了 那这个患者吃不下去 你再加多少的量也无效也枉难 因为他不吃嘛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去一个推广点 他们就是照我们的方法要煮出温热性食物 结果煮的菜都是蒙姜一大堆啊 胡椒粉啊 辣椒 什么人热的他都加进去 就吃起来 特别难吃 我吃素的本来都不挑剔的 但是那一次喔 让我印象最深 我实在吃不下去 连我这么不挑剔食物的人 都吃不下去 你叫患者如何吃得下 是喔 我们不是要让患者只要有温热 还要给他美味可口啊 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啊 所以记得我讲 如果你没有煮出好吃的 你即便加那些 人家也吃不下去 那你也是失败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一定要讲究 一定要美味可口 那患者如果要求吃什么 比如说白萝卜啊 金针菇啊 甚至一些大白菜啊 比较含凉的蔬菜 你千万不要说 哎呀这个很凉的啊 不能吃的啊 不能这样说 了解吗 一定说好 我马上煮给你吃 白萝卜你只要熬煮一点 久一点烂一点 它那个含性就不见了 然后你再懂得加 比如十钱大铺啊去熬啊 或是加一些酱油啊甜的啊 这样去搅一搅 然后还有姜片鸡片 其实煮出来也是蛮温暖的 又好吃又温暖 所以我记得喔 就是我吃来吃去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 小老师煮给我的那个金针菇 我每次都会提到这一道菜 因为金针菇本身是寒的啊 那它身体也很寒 它只要吃比较寒的蔬菜 它马上症状就出来 所以只要我跟它吃 绝对不会出事 那它金针菇怎么煮呢 它就加酱油甜的 加少许油它也都加 然后切几片姜 然后再抹鬼胶 你们那个辣椒那个魔鬼姜 你们知道吗 很辣的啊 然后它只切小小的几片而已 这样去炒下来 哇 那个味道喔 只能说五味杂者 吃起来会怎么样 吃货味七口冒烟 口中喷火 然后全身冒汗 喔 吃来吃去 我说我喝龙姜汤都没有那么浓的 我吃它那个菜 我发现比龙姜汤还要温热 这时候才让我感觉到 原来蔬菜可以煮到这么好吃 然后温热性又强过于龙姜汤 那你想想看如果是这样 患者怎么会不想吃呢 那我记得有一次喔 我带萧老师喔 然后他煮了一锅喔 就是粥还有加生辣 一些坚果熬煮下来 蛮好吃的 然后他就带到基金会去 那中边患者有一个就是 好像胃癌 然后身体很虚 然后他跟我讲 他一点胃口也没有 在家里吃很少 那萧老师就给他那个龙舟汤 加生的 他吃完 一碗喔 都把他吃完 然后跟萧老师讲 还有没有 那你们就知道 原来他胃口之所以 没有办法想吃 胃口不开 原来是你们煮得太糟了 你知道吗 所以让他胃口不好 所以揉好了 他照理应该 新陈代谢也比较好 胃口也比较好 事实上你们只要煮的 不是太烂喔 太差 一般患者 是可以吃得下的 绝对没问题 如果又吃得好吃 那肯定更好 所以这变成一个以后 一门的很重要的什么 课题 所以我相信以后 越多人知道原始点之后 以后的四五十点 可能说原始点餐厅喔 那重病患者他都知道 我应该素食还不够 我可能要去找那个 特别温热的餐厅吃 那他就找得到 就会有这种特色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未来要面对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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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